新北市政府在107年的12月公告实施 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资质条例 主要是落实整个食品链的管理 那么目前执行的重点是食品的来源 还有负责人员以及回收销毁等等的程序 希望能够借由条例来守护新北市民朋友的食品安全 这个资质条例是有罚者的 所以这个按照它的轻重从3000到10万 那重点是你如果不改善 我们可以连续处罚 直到你改善为止 所以这样连续的处罚 对业者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我们希望这个效果也能够显现 新北市安自治条例 今年的目标为学校团善业者 还有校园制设厨房实施食材 还有管理人员的揭露 之后将会拓展到32大业者 将食品资讯公开透明化 还有食品负责人会接受卫生教育的训练 并且控管危害疑虑的食品 食品从制作到回收 诚诚把关要让民众吃得安心 花并且保抒 芹 火 火 火 瓜 胡 瓷